但以礼书第八章 博沙撒王在位第三年 有异象显于我但以礼 是在起初所显于我的异象之后 我在异象中观看 正观看时 我在以兰省书山城中 在异象中正观看时 我在乌来河边 我举目观看 借有一只双脚的公民羊面向盒站着 两脚都高 这脚高过那脚 更高的是后掌的 我见那公民羊 往西 往北 往南 抵处 受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 但他任意而行 渐渐强大 我正思想的时候 借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 变形全地 脚不触地 这山羊两眼之间 有一显著的脚 他往我所看 见面 向盒站着 有双脚的公民羊 那里去 大发愤怒 向他直闯 我见公山羊 就近公民羊 向他发烈怒 冲撞他 折断他的两脚 绵羊 无力抵挡他 被他撞倒在地 用脚践他 没有能救绵羊 脱离他手的 这山羊成为极其强大 正强盛的时候 那大脚折断了 在脚跟上 向天的四方 长出四个显著的脚来 四脚之中 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 向南 向东 向荣美之地 渐渐极其强大 它渐渐强大 高级天象 将些天象和星宿 抛落在地 用脚践他 并且 他渐渐强大 以为高级天象之君 他日常的祭祀 从他除掉 他的圣索被毁坏 因过犯的缘故 有军兵和日常的祭祀 交付于他 他将真理 套在地上 行事无不顺利 我听见 有一位圣者说话 又有一位圣者 问那说话的圣者 说 这除掉日常祭祀 和造成荒凉的过犯 以致圣索与军兵 遭践踏的一项 要持续多久呢 他对我说 到二千三百个日夜 圣索就必得捷径 我但以理见了这一项 寻求明白其中的意思 忽有一位样子像人的 站在我面前 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间 有人声呼叫说 加百列啊 要使此人明白这一项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 他一来 我就惊慌 面赴余地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明白 这一项是关于末期的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 我面赴在地沉睡了 但他摸我 扶我 站在原地 他说 我要使你知道 恼怒末期必发生的事 因为这是关于末后的定期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民羊 就是马代和波斯王 那多毛的公山羊 就是雅丸王 铺两眼之间的大脚 就是头一王 至于那折断了的脚 及其根上长出的四脚 乃是从这国里兴起来的四国 只是力量都不及他 在这四国末期 犯法的人罪恶满盈 必有一王兴起 面貌凶恶 善用双冠的诈欲 他的力量必强大 却不是因自己的力量 他必行非常的毁灭 并且行事顺利 又必毁灭 有能力者和圣民 他用全数 使手中的诡计亨通 他心里自高自大 在人坦然安定的时候 毁灭多人 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 至终却非因人手而被灭 所说 二千三百日夜的异想是真的 但你要将这异想封住 因为那是关于 许多日子以后的事 于是我但以理疲惫历劫 病了数日 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 我因这一项惊奇 却无人能解释其中的意思 但以理书第九章 马代族 雅哈遂鲁的儿子大利乌 立为迦勒底国的亡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但以理从经书上 得知耶和华 民道深沿者耶利米的话 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我便尽时 匹马蒙徽 面向主神寻求 祷告 恳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 认罪 说 爱 主啊 大而可畏的神 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 并施慈爱 我们犯罪作孽 行恶悖逆 偏离你的诫命典章 没有听从你仆人众身言者 在你名里 向我们君王 首领 列祖 和纳帝 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主啊 公义归于你 满面羞愧归于我们 正如今日一样 就是归于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以色列众人 或在近处 或在远处 被你赶到各地的人 因为他们犯了 对你不忠心的罪 耶和华 满面羞愧归于我们 就是归于我们的君王 首领 列祖 因为我们得罪了你 连续和饶恕归于主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背逆了他 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 我们神的话 没有遵行 他借仆人众身言者 摆在我们面前的训会 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 甚至偏离 不听从你的话 因此 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 所写的咒诅和誓言 都倾倒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得罪了神 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 正是了他警戒我们的话 和他警戒那些 审判我们知神 判官的话 原来在普天之下 未曾行过 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这一切灾祸 临到我们身上 是赵摩西律法上 所写的 我们却没有求 耶和华我们神的恩惠 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 留心你的真理 所以 耶和华留意 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 都是公义的 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主我们的神啊 你曾用大能的手 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 使自己得了名 正如今日一样 我们犯了罪 做了恶 主啊 求你按着 你所显明的一切公义 使你的怒气 和愤怒转离你的城 耶路撒冷 就是你的圣山 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 因我们的 罪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被四围的人羞辱 我们的神啊 心在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恳求 为主的缘故 使你的脸光 照你荒凉的圣索 我的神啊 求你侧耳听 睁眼看我们的荒凉 和称为你名下的城 我们在你面前恳求 远不是靠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靠你的大连续 主啊 求你垂听 主啊 求你赦免 主啊 求你倾听并行事 我的神啊 为你自己的缘故 求你不要迟言 因你的城和你的民 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当我还在说话 祷告 承认我的罪 和我本民以色列的罪 为我神的圣山 在耶和华 我神面前恳求 正当我祷告说话的时候 起初在意象中所见的 耐人加百列 在我精疲力竭时 约在献晚祭的时候 就近我 他只叫我 对我说 但以理啊 现在我出来 要使你有见识 有聪明 你出恳求的时候 就有命令发出 我来告诉你 因你是大蒙倦爱的 所以你要明白这是 思想这一项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 已经决定了七十个期 要终止过犯 表结罪恶 为罪孽成就平息 带尽永远的意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高至圣所 所以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初令 重新修建耶路撒冷 直到弥赛亚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 即使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 也必连接待好 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期 尼赛亚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往的民来 毁灭这城和圣所 结局必有洪水 并一直到底的征战 荒凉的是已经定了 他必与许多人 坚定一个期的盟约 到一期之半 他必使祭祀和攻陷止息 并且以那造成荒凉者的可增之物 代替祭祀和攻陷 直到所定制完全的毁坏 倾倒在那造成荒凉者的身上 但以礼书第十章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 有话启示 给称为 伯提沙沙的但以礼 这话是真的 是指极大的困苦 但以礼明白这话 懂得这一下 当那些日子 我但以礼悲伤了三个七日 美食我没有吃 酒肉没有入我的口 也没有拥有摸我的身 直到满了三个七日 正月二十四日 我在西底捷大河边 局目观看 见有一人身穿系麻衣 妖术无法经金带 他身体如水仓玉 面貌如闪电 眼目如火把 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 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这一项唯有我但以礼一人看见 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 他们却大大战惊 逃跑隐藏 只剩下我一人 我见了这大异项 便浑身无力 面色死灰 毫无力气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就面浮在地沉睡了 忽然有一只手摸我 使我用膝盒手掌 颤抖着支起来 他对我说 大蒙倔爱的 但以礼啊 要明白 我与你所说的话 只管在原地站起 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 他对我说这话 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 他说 但以礼啊 不要惧怕 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这事 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 你的言语 以蒙垂听 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但波斯国的魔军 拦阻我二十一日 然而大军中的一位 米加勒来帮助我 因我单独滞留在 波斯诸王那里 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 你的民在末后日子 必遭遇的事 而这意向是 关于许多日子以后的事 他向我说这些话时 我脸面朝地 哑口无声 不料 有一位像人字的 摸我的嘴唇 我便开口说话 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 我主啊 因这景象 我大受痛苦 毫无力气 我主的仆人 怎能与我主说话呢 至于我 现今我浑身无力 毫无气息 有一位样子像人的 又摸我 使我有力量 他说 大蒙最爱的人啊 不要惧怕 愿你平安 你要刚强 要刚强 他一向我说话 我便觉得有力量 说 我主请说 因你使我有了力量 他就说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现在 我要回去 与波斯的魔军征战 我出去 护亚丸的魔军必来 但我要将那记录 在真理书上的是告诉你 除了你们的 君米迦勒之外 没有刚强帮助我 抵挡这两魔军的 请不吝点赞 注入